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祈祥阿弥陀佛 一个礼拜 很快就到了 这个不是四日已过 我们每次见面是 四星期已过了 相信 在一个礼拜当中 我们在教学的第一线 应该遇到不少境界 应该大家都处理得很好 所以也没有忍者 有提出问题 写来问题 大家一起切磋蛋糕 所以大家佛法的运用自如 随缘妙用 我也跟大家提过 我们算是教学的一个teamwork 团队合作 哪一位忍者有遇到什么问题 提出来 我们可以集思广义 大家提的时候 可以不记名 匿名 来提 现在有忍者有遇到的问题 想提出来大家一起探讨的吗 不然我这个teamwork都喊得有点形式 这个佛法 重实质 不重形式 那变成形式了 大家都不能切磋啊 不能变成大家的后盾啊 那就会变成什么 变成负担了 哎呀 怎么又到这个时间 又来又听某某人这么啰嗦 一听还得一个半小时 不知道我现在时间宝贵吗 是吧 所以现在面对的问题啊 比较多啊 纷繁复杂 真能解决问题啊 这个重要了 所以佛法管用啊 我们今天把证法介绍给亲戚朋友啊 先以欲勾迁呢 这个欲是他想要的 他现在最头痛的 你能帮他解决啊 他觉得传统话管用啊 他时间有限了 你讲一堆道理啊 都没有切中他的问题啊 他可能就觉得这个帮不上他了 好 我又讲了一两分钟啊 看还是没有人举手啊 这个导致上说要随缘啊 这个不能随缘啊 就会造成尴尬啊 是吧 这个面面相聚啊 这个就是不能随缘啊 这个就是不能随缘啊 好 好 谢谢雷老师啊 我们在教孩子传统文化啊 那首先呢也是深究 好 那学传统的话 也要面对现实情况 好 所以您现在面对的 也可能是学生当下跟以后啊 要面对的 好 我们学传统话也不能学的太理想化 好 但是我们 这个信心 好 不会因为发生的事而影响 好 好 我们一些原则啊 也不能不守住 好 但是呢 面对现实情况啊 好 我们也要懂得 好 该妥协一下 还是要妥协的 好 你比方说这个现实上 有这个成绩的问题 好 那 学校在看呢 家长也在看呢 好 好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 大家都是随缘妙用 好 都好像都没什么情况 好 那现在面对现在这个初三呢 就是一个缘分呢 那要妙用啊 那要产生自受用啊 跟他受用 好 那妙在哪呢 妙在我们呢 没有被境界动心 动了得失心 动了召集的心 我们自己就不妙了 那学生也会受我们情绪的影响 所以老阿商说这个妙妙在不能动情绪 不能动心 所以我们面对境缘呢 首先要护好自己的心 因为这个孩子 这个境缘是我们的一报 随着我们的心 我们的正报转 那您的警觉性很高 您已经察觉了 没有之前吻了 毕竟进入出山了 可能这个同事啊 家长啊 常常会跟您提成绩的问题 但您也要定 你也要去安他们的心 当然按自己是所要的 我们有信心 今天比方说考试这些问题啊 就跟了凡视讯一样啊 是吧 他有没有功名 有没有那个福分 这是修来的 不是说他考试很厉害考来的 当然不是说他都不看书了就考得好 也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有同学啊 平常成绩都很好 一遇到正式考试了 就不好了 这同学跟我很熟的 成绩都是 像我们以前都是高雄语中了 结果一考考到前证去了 所以我们自己要有信心了 我们教孩子一来 他才真正有在积他的福分 他懂得孝顺了 他懂得去帮助别人了 恩田福田敬田他在积福报了 再来呢一个人学习他孝心有起来了 他有动力啊 包含他看到老师的用心 老师的努力 他很感动 他就会去 区区奋发了 所以假如连学生也召集起来了 那欲数则不达了 悟欲数悟见小力 孔子这段话很重要了 你为了这一次成绩献一下 逼得太过了 这个就是见小力则大势不成 你就尽力去做 平常心去面对 你看这个时候你放下得失啊 平常心啊 这就是在这种静缘当中啊 给孩子相当重要的心理素质 你随这种这一点是以考试为目标的氛围来面对 好 好 所以没有练世法了 只有练心法 这些境界也都在练自己的心 好 那当然这个 除了我们教学很用心之外 他整体的氛围 同学之间的 这种读书的风气啊 这个静教呢 也要把它带起来 好 那包含同学们 成绩不理想的时候 我们不要起情绪 我们还是很平和的 就发生的这个事还是随缘妙用 为什么他这一次会搞不好 哎 是不是他临时抱佛脚了 还是是不是他太紧张了 还是是不是什么情况 我们也是借每一件事啊 提升他的心理素质 好 像我就是考试特别会紧张 假如老师那个时候能教我不要紧张啊 那我应该会接受了 所以在这些机会点上啊 好像我们自己回想 没有老师适时的体恤到我们的心 我们的紧张 我们的得失啊 好像我没有面对老师来 误念我这些心 只有告诉我 少一分打一下 我越来越紧张了 所以当时候 假如有这种暖流进来啊 我相信我的潜能会更发挥出来 少说批评的话 多说鼓励的话 我们复习一下啊 这个批评造成隔阂 鼓励激发潜能 这个包含呢 要把这个哎呀我得做出成绩啊 传统文化的这个效果出来啊 连这些念头都要放下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用真心 用对心 这个才是根本 君子物本 本地而道生 我们今天在处理事的时候 本就是我们的心 心对了 事情不会处理偏差到哪里去 如饱赐子 心诚求知 虽不重亦不原 但是我们有一个习惯啊 就是我们面对境界呢 很容易就是 谁谁谁 环境怎么样 条件怎么样 我们很容易把问题推到境界上去了 这样就不容易从根本下功夫了 好 这个当然 处在这个氛围之下也是不简单 我个人感受啊 不管在学校 还是在 机关团体 只要我们是为了弘扬文化呢 都会得到圣贤 祖宗的加持 佛菩萨的加持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海南省监狱系统 它是个公家机关 哇 他做的效果啊 就服刑人员 改变非常大 然后呢 官员都升官 这个给我们信心了 学校 吉林松花江中学 他们本来在那个地区啊 不算是顶尖的学校 但是他们教了传统文化 教地匙规呢 结果考试啊 变成他们吉林考场的风景线 因为也很巧 刚好那个考场啊 有立了孔子像 结果他们的学生呢 一看到孔子像就行礼 就很特别 以前考考试啊 没见过这样的场景 结果就是他们的学生 结果他们的成绩就在短短几年之内 就提升得非常快 所以他们当地叫 这个吉林松花江校英 他们是松花江中学嘛 好 所以我们有信心啊 佛菩萨会加持 祖宗圣贤会加持 但是注意啊 一紧张加持不上 一得失加持不上 我们心很安定了 这个加持就加持得上了 好 谢谢雷老师提的问题 那还有 这个 一位学长有提到了 小学生 霸凌同学应该如何处理啊 这个要救教于啊 诸位老师的 你们在第一线呢 一定会遇到这个情况了 现在霸凌了 小学生就会霸凌了 有没有哪一位老师 跟大家分享一下经验 看怎么处理呢 那大家都很牵退 这个论语有说 当仁不让 这个法不能用错地方 当没有人举的时候 你有经验啦 不说的话呢 这个是没有做法布施的 还是做法布施好 会得聪明智慧 那当然这个问题啊 那我们比方说这个是老师 这个问题是老师看到的 还是家长发现的 就用身份不同啊 来处理这个事情啊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 你面对问题啊 首先重要的 就是守住自己的心啊 你比方这个是家长 他发现了 他都很气愤的 去处理这个事情 那大家想一想 这种愤怒去处理事情 或者用愤怒的方式呢 去解决 大家想一想 这会继续怎么发展 大家都是情绪的话 那就冤冤相报了 你哪怕 嚇阻他一阵子 那后面会不会又想报复呢 那这一生不报复 会不会下一生又报复呢 那当然这个方法 那当然这个方法可能都要 针对当时候的 因缘情况去看的 我们在处理室的时候 也要面对境界要清楚 这个孩子的家庭背景 是什么状况 假如他父母是明理之人 那只要我们态度很好 有机会交流或者登门拜访 我们的态度都是很和气的 小孩子年纪小 苛刻碰碰正常 这个可能就很平和的处理掉了 或者是可能他的父母 不是很好沟通 但是这个孩子也有他的善根 他欺负人家 他也知道不对 你不跟他计较 你去学校的时候 他看到你他也会紧张 你不跟他计较 你还好吃的东西请他吃 还说他的好 他就不好意思了 包含跟老师也建立好关系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班级出现的情况 那这个跟老师沟通好 那老师也用很正确的心态去处理这一件事情 那学生都在这个事当中受到启发了 欺负人的人受到启发了 老师懂得机会教育引导 是吧 你做这些事情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 你开解的时候 也是让这个错的人感觉到老师是为他作想 而不是要只是为了处罚他而已 好 那面对这个被欺负的人 他从中也懂得去包容别人 好 所以我们是随这个缘 掌善救私 好 包含可能老师不够重视了 那可能可以在网上找 那在网上找的过程 也要上面的人是真正比较平和要去处理事的 不然有时候可能越处理越复杂了 好 那有没有可能我们的心都用对了 但是事情还是没有处理好 有没有可能 这个业力有时候到什么程度我们也不知道 只能尽如人意 但求无愧我行 我有用对心去处理我尽力了 还是不能处理掉呢 那转学咯 我们还是就事论事吧 我们也不能太理想化了 但是你说那到底能处理成什么样啊 你只能安住当下用真心去处理 因为你越想未来啊 你的未来烦恼就会越强了 所以善用自己的真心去面对事情了 好 好 这个 开了头了 生意就越来越好 但是我们还是得上点课 这个还有老师举手 那这个问题可不可以再发过来 我们下一次或者这个问题紧急的话 那个 我们可以在录音啊 回应你这个问题 或者不是那么紧急啊 我们下礼拜再来交流 或者 这个 明天也可以啊 明天刚好成的有分享课程 好 我在斟酌这个问题啊 好 好 那 我们上次啊 是跟大家一起学习道 见仁善 及时期 众趣远 以见机啊 那对于我们一个教学的人来讲啊 我们首先要见谁的善 而且是有信心的去效法 去跟他看齐 哎 这个信心很重要啊 比方说 我们首先 我们自己当老师啊 要以谁为榜样啊 以老和尚为榜样啊 自己的老师啊 跟自己最清静的啦 他老人家所做的 他老人家所说的 你都可以去观察 哎 他老人家是什么 坐之拘隐 坐之清 坐之师啊 怎么寻寻善诱的 怎么 这个抓住机会点的 怎么帮助我们 静于未发 防围杜鉴的 是吧 你看导师上说的 你去劝人家念佛啊 他就接受了 不正常 为什么不正常呢 他就接受了 他就是要成佛了 是吧 我们这么一定是对 就人家念佛了 人家不接受很正常 你看这个 心理建设打好了 就没有挫折感啊 这叫静于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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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老和尚还没出来 洪法 李秉兰老师跟他说 你讲的不好还好 你讲的好啊 你讲的好啊 住的地方都没有 后来遇到真的遇到境界了 老师讲的真准 心理建设已经做好了 就像我们当弟子的 现在常常会想到老和尚说的 我们这一代 弘扬文化 比他老人家难 十倍百倍都不止啊 我们现在遇到困难了 老和尚已经给我们打预防针了 正常正常 我们就不会生起来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怎么都是我遇到了 不会有这个心态了 那这个都要我们自己去用心去观察 去思维去领悟啊 所以首先 我们要有信心去听善知识教会 他的言教 他的身教 都在指导我们修行 我有遇过同修啊 老和尚讲的话 他说哎呀我们不可能啊 老和尚是再来人啊 你看他有没有信心自己做得到 没有 哎 哎 连佛来了 都是应激说法 哪有时候我们做不到啊 是吧 是吧 佛又没有说 嗯 我想表演个什么 嗯 你们做不到啊 那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吗 他老人家没有起信共链 他老人家是真心去应我们的 叫应激 就像 李济学济讲的 你敲小声 他回 扣之小则小明 扣之大则大明 哎 哎 那个声音是我们决定了啊 不是佛决定了啊 他只是硬而已啊 哦 所以哎 当时候听老和尚说的 佛是应激给我们的说法 都是我们做得到的 哎 我们接受了老和尚这个教导了 哎 我们的心态就是啊 哎 听老和尚的教导就讲 哎 我们做得到 怎么做呢 啊 怎么落实在生活工作 处世在人皆无之中啊 哦 哦 那比方说 这个 我们效法 师父上人 啊 师父上人 学而不厌啊 每天都 深入境障啊 毁人不倦 教学都没有听 啊 甚至于是 老人家 讲课当中 会讲到很多人物 我们也可以见人善几十起 哇你看重重无尽啊 啊 啊 比方说老和尚常讲 张家大师 哎 我们要跟张家大师学什么 哎 他老人家 时时刻刻 都持重 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 啊 人家问问题呢 啊 回答人家问题 一回答完了 哎 这个咒又起来了 啊 因为要不间断用功啊 自行一处无事不办啊 这力量才能出来了 啊 就像华言经比喻的 啊 赚税取火啊 啊 我们赚目取火 你不能赚一下 停一下 赚一下 停一下 哎呀手痠了 那不知道啊 要赚到猴年马月啊 火才出得来了 火才出得来了 这个火也是比喻智慧啊 你看勇猛精进啊 没有懈怠了 最后智慧才会出来啊 哦 所以用赚税取火 火还没出来啊 停 休息了好几次啊 这个温度就凉掉了 火是水子灭 这就比喻我们在修道当中啊 不能懈怠 懈怠就像这个 钻目取火 钻不出来了 那老和尚也具体指导我们啊 啊 张家大师是持咒啊 老和尚说我们持佛号啊 有事了去处理 不管是去办事啊 或者是讲话了 去处理事了 这个时候佛号可以放下 事情一处理完 佛号再提起来 真能那么做啊 心上不放事 心就能清静就能空 因为只有这一句佛号 而且这一句佛号啊 就是自己的性格 佛号能保持在心里面 叫常住真心 住在真心上 没有住在烦恼 比方说我们没事了 哇老子里翻人我是非啊 啊 担忧未来啊 患得患失啊 那就不是住在真心了 住在 忘心了 分别之所当中了 哎 当我们平常没事的时候 都住在烦恼分别之所中啊 你马上去处理事情 是不可能不用忘心的 这样就恶性循环了 所以这个佛号真的要越来越念的 上心才行 不然只会感觉 事情越处理越累 好像处理都解决不 彻底解决不干净 都会有后续的问题出来 因为带着烦恼去处理事啊 很难是智慧处理事情 很难不延伸出新的问题来 所以我们教学的人啊 什么事要摆第一啊 念佛要摆第一啊 你佛号念不住 我们只有烦恼做主 那事情就处理不好了 所以黄老这一句话啊 很有味道啊 不要求我们把念佛当唯一啊 要求我们当第一 因为你要把事情处理好 你的心的状态是根本 你心非常的安定平稳 事不会差到哪里 只要心不能安定平稳 铁定处理不好 所以孰清孰重啊 这个我们得认知清楚啊 逼我们念 催我们念啊 我们不见得会念啊 唯有你认知到它的重要性啊 你就不敢放松了 用主说的 随盲随险不离弥陀名号啊 顺境逆境不忘往生西方啊 平常没事的时候不念佛啊 你真处理事你不起情绪啊 不大可能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 平常没事你养兵千日你那佛号啊 要尽量提起来 要尽量提起来 你遇到境界人那就是用在一时了 你才用得平稳的 你看张家大师老上说的 没见过张家大师批评过任何一个人 我们听了一感动啊 马上写下来 见仁善其师起的具体效法对象 要常常看啊 这些影像啊 越来越深刻 在境界当中啊 可以浮起来 诸位 忍者啊 你们有没有经验啊 在一些境界的时候啊 浮起哪一个榜样出来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诶 有没有浮起过你爸爸 你妈妈 你爷爷 什么 你奶奶 这个都是见仁善其师起 而且呢 这是你最亲的人啊 这最亲的人我们都效法不了了 远一点的人我们真的能够效法吗 有没有哪一位老师分享一下 不是只有提问题啊 大家分享一些宝贵的领悟 宝贵的体验 宝贵的经验 这个叫切磋的友谊啊 好 有没有你们洗脸的时候 从来没有想到贪王吗 啊 汤之旁民曰 是吧 苟日兴 日日兴 又日兴 哎呦洗脸的时候 就想到贪王啊 大家还有没有在每一天的生活 情境当中啊 有想到谁啊 古经中外 这些圣责人啊 啊 我现在感觉我们 台湾的老师也是这么牵退 啊 我举个例子啊 你看古人哦 他们这个贱人善吉思旗啊 确实很用心 哎 哎 我们上一节课啊 跟大家提到 半仲淹 半仲淹 半仲淹的家族经营的这么好啊 他有榜样啦 他是以斗烟山为榜样 对啊 你看这个司马迁 大文好啊 第一本《通史》啊 他有没有榜样啊 有啊 有啊 左秋名啊 哎 人没有榜样啊 那你每天 往哪里笑法啊 所以这句很重要啊 我们只要做什么 心中没有榜样 心中没有佛法 去稀里糊涂造业去啦 好像我们后面 要提到了 这个 文欲孔 文过心 直量世 渐相轻 这个 文道 战欲啊 诚惶 诚恐啊 受宠若惊啊 文过心 听到自己的过失啊 很欢喜 其實大家想一想啊 文欲啊 欲是名啊 名欲名欲啊 了凡世信说 名欲福也啊 名是福报耶 世间享盛名 享盛名不就是福报一直在花吗 名不腐蚀喔 哇 那个福报啊 损得很厉害啊 哎 哦 诸位忍者 这个我最有经验啊 虚敏在外啊 没有实德啊 你看要真胖啊 真胖了 若干年了 胖不了 人家有福报了 自自然然这个双下巴就出来了 我不要说双下巴了 连这个下巴长脸都 都努力了好多年了 所以 人家有福报的 自然那个福相就现出来了 哦 所以名不是好东西 哦 你很喜欢那个名 你真在看清楚了 哎呀 名义福也啊 享盛名食不福 都有齐祸啊 你就不会听到赞叹就高兴半斤 你会成皇成口啦 好啦 别说了别说了 我还差得远 我见到一位法师啊 他年龄应该 大成德差不多快二十岁吧 我挺敬佩他的 他修行很用功 他讲经也讲得挺好的 他讲经下来啊 有同修过来了 他说 好的都不用讲 坏的尽量讲 不足的尽量讲 哎呦 这个我们看了都很感动啊 他有这个态度啊 那前面也跟大家提到了 这个 传统的父母啊 传统我们 这个华人的父母啊 不会在 别人面前啊 赞叹自己的小孩 哎 大家想一想啊 为什么 传统 中国人华人 他比较内敛 而且孩子 就是自己的骨肉啊 所以赞叹孩子就好像赞叹自己一样 这个说不出口啊 这都是一种心境啊 这都是一种心境啊 古人那种对人心的那种敏锐度很高 这个前几天听到一个朋友啊 他讲的课啊 人家帮他出书了 好 然后他就说啊 我想跟他说呢 哎 他们假如钱不够啊 要不我出点钱 他说我说不出口啊 因为那是我 我讲的东西啊 好 然后我说哎 我那些请你多应一点 讲不出口 那 成德啊 这个 印象很深的一点啊 我记得 爷爷去世了 那刚好啊 那刚好啊 北部啊 因为家住高雄啊 北部啊 同修来了 有几位同修啊 比我父亲还年长 那他们 都见过起身面了 啊 结果这些长辈啊 到了 一看到我父亲啊 哎呀 你儿子我就开始赞叹了 我那时候才三十多岁啊 啊 赞叹 他讲 没讲两句啊 我父亲就止住了 说他那么年轻啊 太多太多不做了 你们应该多给他提意见了 不要赞叹他 哇 我当时候在旁边听了非常感动 哦 你说四大烦恼长香水啊 人这个慢性是很容易起来的 你假如连父母都一直 哇 一直夸赞你了 尾巴就翘起来了 哦 而且古人说 少年得志 是大不信啊 大不信啊 少年毕竟人身阅历有限了 啊 他假如 这个慢性啊 啊 这些 自以为是的心上来了 啊 那要调伏掉啊 啊 那不简单啊 啊 这种习气增长上来啊 啊 啊 很快啊 去掉不容易啊 你看一滴墨汁下来啊 不到一秒钟啊 啊 要用律子把这一个墨汁再清出去啊 啊 那你没有十倍百倍的时间是办不到的 啊 所以为什么礼记学记里面强调 静于未发之谓欲 啊 这个欲防法 很重要 哦 所以为什么那个副讲 副讲一开始不要发挥 啊 就怕什么 一发挥底下人一赞叹 你觉得哇 我自己挺人的 讲的那么精彩啊 旁针博影啊 走走啊 他可能就会增长慢性了 所以古人他考虑事情啊 他用的方式 可能考虑的很深很远 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理解得到 好 那 这个 唐朝 有一位官员叫陈文本 他被啊 他被啊 升为中书令 哇 那这个就等于差不多是宰相子了 好 结果啊 他呢 在家里面呢 很忧愁 他的母亲啊 看了 哎 哎 你升官呢 为什么忧愁啊 他说了 我 又不是皇上的亲戚啦 又不是他老朋友 又不是呢 这个 建功立业很多 我 我位置这么高啊 啊 责任很重啊 善善善惊惊啊 跟他母亲说啊 哎 哎 这个 君臣之间啊 家人之间啊 都要冷静啊 不能 都没有警觉性啊 一起都高兴的半死 最后都堕落下去了 啊 啊 赵匡应当皇帝啦 啊 杯酒士兵权啦 当皇帝啦 結果呢 他登基啦 在那个 那个 典礼之上啊 他妈妈非常严肃啊 哎 结果那大臣们 哇 你的儿子 母以子贵啊 你儿子都当皇帝了 你 你怎么 不欢喜啊 哇 你看 赵匡应的妈妈有见识啊 他借这个机会教育点啊 你看第一天 登基了 他说他 好好做还好啊 假如没有好好做啊 被人民推翻了 命都没了 子孙的命也没了 啊 水可在搜啊 亦可复搜啊 哎 警觉性高啊 才能 不在富贵当中 堕落下去的啊 啊 为什么 这个孝经 诸侯章一国之君 诸侯章第三 在上不交 高额不轨 高额不轨 不能骄傲啊 自洁景度 满额不易啊 不能说此啊 啊 这个不是自一个国家 这个不是自一个国家是这样啊 自一个企业团体 包含 包含传统文化单位 都是一样啊 啊 啊 移除高位的人 权力大了 要依经典做事情啊 啊 顺着自己的习惯 习气 便造业了 啊 顺着经典 功德无量啊 顺着习气 哇 那可能 造成团体的问题啊 造成大众信心的问题了 啊 我们本来是在互持正法 互持大众的信心 结果 随顺其气了 变成 那大众没信心了 断人家的法源啊 那不是很 冤枉吗 啊 所以 诸侯章第三后面是 战战兢兢 如灵深渊 如履不兵啊 所以陈文本 跟妈妈说完 接着 人家来道贺了 她说 我今天只接受 吊宴啊 吊伤啊 不接受祝贺 哎 陈文本讲这句话啊 她有 效法的榜样啊 贱人善及自己 她是唐朝啊 她为什么说吊宴啊 因为春秋时代 我们知道春秋五霸 有一个人叫楚庄王啊 有一个人叫楚庄王啊 她为什么能成为春秋五霸 因为她用了包 这个 这个 孙淑敖 这一个很好的 他们楚国叫令影 就是宰相 这个就是春秋时代的典故了 这个孙淑敖啊 当了楚国的令影了 当了楚国的令影了 结果呢 这官员都来祝贺了 只有一个老先生呢 穿着商服来了 要来釣伤了 大家听故事啊 要入到这个场景里面去啊 哎 你今天做了国家总理啦 很多人来给你祝贺啦 是吧 有一个人穿着商服来了 你会怎么样啊 哇 给我轰着去 这个孙淑敖啊 有修养啊 他马上说了 看到这个老者来 行礼了 哎呀 楚王啊 不知道我德行不好啊 还让我当在这个位置啊 我也会受到这个 臣民百姓的 购骂啦 那 这个 所有的人都来祝贺啊 啊 只有您呢 来钓伤啊 啊 您是不是有宝贵的 啊 这个 教会啊 要来跟我说啊 啊 这个老人家说 有啊 啊 你身份已经贵了 但是你很骄傲啊 啊 那人民啊 啊 会离开你啊 明去之了 啊 位高 位置很高啊 而善权 你弄权了 啊 不听劝告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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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以后 你的 国家的俸禄很厚了 而不知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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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贪财的话呢 你的祸患就要来了 啊 哎 孙叔要听完了 又再给他拜 啊 一开始来就已经行礼了啊 啊 又拜 再拜曰 啊 哎 很恭敬的接受你的教诲啊 啊 叫敬受命啊 愿闻余教啊 啊 愿意在听你继续教诲啊 啊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忠言逆耳啊 忠言逆耳利于行啊 啊 良药苦口利于病啊 接着 啊 这个 老人家说了 啊 你位置很高啊 啊 但是非常的谦卑低下 啊 你官 官位很大呢 但是你做事啊 小心谨慎 啊 你路路很厚了 但是非常慎重 不敢贪取 啊 明子明膏啊 不能乱 拿了 你只要守好这三个原则啊 就可以把楚国治好了 啊 后来 很快啊 楚国就大治了 哦 哦 所以你看古人呢 成文本唐朝的人啊 他有没有榜样啊 你看他面对位高了 哎 就是以这个孙淑敖为榜样 哦 哦 那大家体会 从这个故事啊 我们再延伸开来啊 因为这个 都跟 文遇孔文过行有关啊 嗯 嗯 我们看楚国大治啊 其实 关键的人啊 有可能我们不认识他 这一位老者是谁啊 不知道 所以历史当中啊 往往成就工业 而且那个很关键的人呢 真人不露乡 他都是那种呢 不想露名的 然后很低调的 去把事情忽念好 啊 这个就是孙中山先生说的 啊 宁愿做大事啊 不要做大官啊 啊 他不要这些名啊 官啊 但是他为百姓著想 很重要的是啊 他在那个关键的时候 他能帮上忙 他一定会出手的 再来啊 孙淑敖 为什么会当上宰相啊 你看这个历史啊 你往后沉沉再推下去 你就知道 成就一件事太难了 哦 所以啊 尘事不易啊 我们不要常挑毛病啊 我们常常想着 我既然 跟团体有缘呢 我能为团体啊 做什么 团体现在缺什么 我能尽什么力 哦 哦 哦 这个 孙淑敖啊 是 楚国的 这个审令营啊 推荐的 哦 哦 那 为什么他会推荐呢 是因为啊 楚庄王啊 他有一个妃子 叫梵姬啊 啊 有一天这个 楚庄王 啊 下了潮了 啊 比较晚了 啊 这个梵姬带王啊 你今天怎么这么晚 啊 朝 朝政才办完呢 啊 啊 这个楚庄王说 哎呀我今天跟 忠贤之士谈话 啊 这个梵姬说 忠贤之士 你是跟 哪个诸侯的 啊 这些门客啊 还是国中的哪个贤 人才谈话吗 他说不是啊 我是跟 沈令营谈话 哎呀 梵姬就笑了 楚庄王说你笑什么 啊 他说他怎么是忠贤之士呢 哎 哎 这个梵姬啊 你看一个人讲话以前 他 他自己有身教啊 他讲话就有底气了 梵姬说啊 带王 你看我 事后你十一年啊 哎 哎 我都啊 花功夫 花时间啊 帮你去找好的女子啊 啊 我帮你找的 啊 有十二个人啊 啊 现在十个女子啊 跟我 同样的层级啊 有两个超过我啊 哎 我何尝不想 啊 拥有这个 带王迷 獨自的宠爱啊 啊 但是呢 我不敢以我的私欲啊 把这些好的女子给 这个遮蔽了 那这个沈令营啊 当令营当了那么多年啊 没有见过他推荐哪个贤德的人啊 也没有看到他霸注哪个不贤的人啊 他这样怎么算忠贤呢 啊 啊 叫楚庄王把这个话 啊 就讲给这个沈令营听了 哦 听了哎呀 哎呀 太惩愧了 后来才把孙淑敖推进出来 好 哎 这个故事听下来 哎 哎 反击啊 对于楚国大志啊 啊 关不关键啊 很关键啊 所以你看 这个楚庄王要成为五霸 这里面好几个人物只要缺一个就没了 所以万法因缘生啊 一件好事啊 有好几个人你缺一个都不行了 哎 哦 所以我们去感觉到缘的不易了 我们那个感恩心啊 就出来了 哇 这个同仁五年了 这个同仁十几年了 哇 那种欣欣相齐啊 走这个路不容易啊 哎 好 所以大家看这个 一个国家大志啊 好的女子啊 太关键了啊 唐太宗啊 就是有一个长孙皇后啊 啊 不然 十个未曾啊 都不见得够杀啊 好 哦 哦 这个这个延伸的有点长 哦 拉回来哦 哦 因为这个重重无尽啊 从这个 啊 啊 这个 这个 老和尚啊 那老和尚啊 故事当中啊 啊 这些人物啊 我们可以笑吧 哦 包含古今中万 所以你看我们挺有福报的啊 啊 啊 我们中华民主五千年历史啊 啊 啊 流民青史的慎泽人那么多啊 啊 啊 我们可能 把这个心向他们学习啊 他们的加持 都会马上就到了 哎 为什么 他们太欣慰了 有能啃效法 啊 这个就去感应道教了 哦 那我们啃效法 哇 那就很多古人经人的优点了 都挤我们一生了 啊 这个我们又不成佛都难了 哦 所以这一句见仁善及时起真正落实了 成佛就有把握了 啊 哎 大家认同吧 哦 见仁善及时起了 每天都得日敬过日少了 怎么可能不成佛呢 啊 哦 所以这么讲起来 成佛也不算太难 哦 只要肯见仙思起哦 我们就是善财同主 五十三餐 哦 那这个 在这里啊 也分享一个 同仁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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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故事里面是讲到老和尚的上师 因为老和尚在的那单位 这个高官很多 老人家虽然是文书官 他每天见的都是大人物 结果他们那个椅子有弹簧 所以老和尚就有点往后藏 这个有点往后养的很厉害了 结果这个上师走进来了 那当然老人家当时候年轻一看到 也是很紧张 那是他的领导 结果他的上师很温和的 没有指出他的问题 反而说小心不要摔着了 你看那个 就是我们上师说的 少说批评的话 少说批评伤害的话 都说什么 关怀的话 关心他 一个人当他觉得自己错了 别人不止没有指责他 还关心他 一个人的善根就在这个当下一定会出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境 真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我们能做到这种份上这么真诚 不见人家过完念念都还是关心对方 一定能感动人的 所以我们这一句 李老也有教诲 都是跟这些相应的 见人友善 不嫉妒 要随喜 见人友恶 不止责 不止责 要规劝 信任够可以规劝 或守末 信任不够那就 不能强求保持沉默 见人错事 人家做错事了 不止责 要协助 当一个人做错事了 当下他也慌了 你看就好像一个孩子打破 一个杯子了 这个时候母亲马上一顿骂过来 他更慌了 更恐惧了 你看 我们当父母老师的 不能被情绪左右啊 掌握情绪才能掌握未来啊 人好不好掌握情绪 说难 不难 说简单 也不简单 称心啊是从我生出来的 假如我们的念头 在对方身上啊 我们不容易起称心 我们在对在孩子的身上呢 他打破完他那个脸是惊慌的脸呢 你还会指责他吗 不会的 这个时候你去安抚他 我们生气是因为 你搞什么啊 你不知道我那杯子多少钱吗 你是在那个物品上啊 你是在那个行为造成你的情绪上啊 自我感受上面啊 没有在对方上面啊 所以老阿尚的妙法啊 念念为他人着想 这叫慈忍 有慈悲心了不容易发脾气 所以假如我们脾气大 就慈悲心还不够 我们是大臣学人哦 慈悲心不够啊 就名不腐蚀哦 会折福报哦 这个我们得名辅其始 落实老阿尚这一句 念念为他人着想 所以见人错事啊 不指责 要协助 那这一位同仁呢 他看了老和尚 这教会提到他这个上师 要讲关怀的话 他什么时候想到这个故事呢 是因为他接到啊 孩子打电话来了 孩子念中学啊 跟妈妈讲 妈妈我今天晚一点回去啊 社团事情还没结束 这个妈妈一听 有点情绪上来了 怎么又晚回家 情绪上来了 但是想到了老和尚这个上师 看到不对了 没有指责 关心 不要摔着了 关心嘛 人能稳住情绪就不被静转 不被静转就能转静 我们面对一切静缘就两种情况 不是被他转 就是他被你转 结果呢 这个儿子回来了 诸位忍者 你们有没有曾经晚回家的经验 虽然跟爸爸妈妈打了电话了 进门去怎么样 还是有点紧张吧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大家现在想一想 我们念高中那个景象 是不是就像昨天一样 还是很清楚吧 你看有时候 有时候同学拖一拖时间比较晚 走进家也是在那 爸爸妈妈的眼神怎么样 脸色怎么样 结果这个妈妈 情绪已经调好了 当儿子进来了 儿子 你们刚刚社团在练习些什么 这个儿子一愣 可能跟他期望的有点反差 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家人朋友 常常都会有这种反差的景象 让他们有那种 惊喜 有那种觉得每一天都有好戏上场 孩子 一听妈妈问候关怀 一下子那个 身心就很放松了 然后就开始跟所有的家人聊 刚刚社团做了哪些事 自己的孩子能对你无话不谈 那这种家庭氛围太好了 他父子有亲保持住 他假如有些话慢慢不跟父母讲 对他不利啊 对他的人格健康不好 他的情感就会有所 这个 必设都有可能 是吧 你看一个小孩子 啥事就围着爸爸妈妈聊了 这是父子有亲的天性 好 后来聊完吃完饭 他就去做功课了 做完就休息了 假如进来没有控制住情绪了 你一批评 他会不会告诉你 他社团的这些事啊 所以啊 我们的孩子 在学校啊 啥事都不告诉我们是结果啊 原因是什么 我们不把原因找到 解决不了事啊 而且孩子不跟我们讲 他发生的事或者心里话 绝对不是一次两次造成 所以我们当父母老师啊 心不能太粗啊 学生一些话都不敢跟我们讲 可能也是我们一次两次的一些做法 可能造成他的担忧啊 恐惧啊 好 所以这个 这个戏 这个单元呢 都跟言语有关 所以言语啊 就控制情绪 掌握情绪啊 才能掌握未来 我们修学之人呢 要打破 自欺一关 不然呢 不然呢 我们很容易犯什么呢 合法掩物非法 比方我们脾气大 发的脾气说 不是说要恩威并济吗 哇 你看 他还有理由了 威是什么 威不是发脾气叫威啊 这不能错解了 威是你有原则 不是滥好人 威呢 是你有道德之威 像我们回想自己的父亲啊 不说一句话就很有威严 因为父亲从来不让 不会让爷爷奶奶超一点心啊 那他就是我们德行的榜样 他就有那种威出来啊 只要动了情绪啊 就是忘形 怎么可能会对孩子有帮助呢 孩子是一抱 所以是正抱转 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呢 我们仔细观察 我们还是比较强势 不柔软 尤其女众假如强势啊 那可能会给人更难受了 这不是我说的啊 太上老君曰 难不忠良 女不柔软 挑这两个字不简单啊 挑出了男人女人啊 他的特质当中啊 非常重要的要表出来的法 你说一个男人不忠啊 他就不像大丈夫了 他不扛责任了 你就觉得哎呀 这男人没有正气了 良善良 你看那个 那个历史当中 要犯中间的儿子 犯存仁 这个遇到饥荒了 结果他一判断 再写作者回来 又要死一批人了 直接下令 开仓放粮 那是开皇上的粮仓啊 那可能要杀头的 那可能要严重处罚的 你看这种善良 这种善良当中有刚正之气啊 他勇于承担了 没关系我掉脑袋 能救佛百姓就好了 好像静待这个清朝第一清官 于成龙也都干过这种事情了 这忠良啊 那女要柔和 要能顺 那男人 要刚中带柔 女人 柔中带刚 男人要不要顺 你不顺你的父母不行 你不能跟你父母顶着干 你要顺势而为 你当下属了 你对你的领导要不要顺 对啊 所以刚柔要并济 重要的就是不能习气做主 不能这个情绪做主 所以不能合法掩护非法 自己真的动气了自己要观照得到 所以要教孩子 不能发脾气 有脾气的 先吻一吻 不要急着去 处理思想 心平气和 则能也 心平气和 再能讲话 那我遇到 一位妈妈 她呢 学习了老和尚的 传统文化老师 应该具备的素质 其实这一篇 是给我们每一个人 非常好的互念 我们要扮演好我们的角色 我们一定要做之君 做之清 做之师 这个君心师的精神 我们要做出来 我们的这个本分 事情才能办圆满 你只要用君心师的精神 我们的心就跟真心相应了 那这一篇比较偏重在 做之师 其实君心都在里面 你看老和尚说的 不贪不撑不吃不慢不移 这样的行为就有做之君 以身作者了 你不撑 你不贪 你都是体恤孩子 这个就是做之亲 遇到孩子的问题 寻寻善诱 这是做之师 不是情绪脾气做主 老和尚在这里有指导 对学生的惩罚 那不是让老师发泄怒气 而是老师出于善意 节制学生的玩劣 以及加深学生的记性 我也有听说 处罚孩子 在其他孩子面前 把裤子脱下来 这是绝对的错误 假如你还说你是老和尚的学生 你把老和尚都脱下水了 不能干这种事情 我们说跟老和尚学 我们的做法 要跟他老和尚的教导相应 不然这个业很重 我们的行为还造成别人 对老和尚误解 他不是跟老和尚学的吗 他还清净过老和尚 那我们这个 把大众跟老和尚的缘给影响 这一代大善之士的缘 可不容易育有 我们不能造这种业 所以不能顺着自己的习惯 要依照老和尚教诲 因此你是出于善意 所以惩罚必须很有节制 很有善巧 不致造成学生身心的伤害 所以这个母亲就是 她发觉以前处罚自己的儿子 没有掌握住情绪 她回想了 她的孩子年纪小小的 居然就会做早餐给她吃了 哇 她回想了孩子那么多 这么可贵的善根 她自己就很忏悔 记住忏悔接着是奋发改过 不能忏悔又陷入 这个沮丧情绪 要会转 转烦恼为菩提 化危机为转机 其实孩子跟我们是天性的亲 只要我们转变 孩子是非常感动 他多么渴望恢复那个父子有亲 跟父母有隔阂 没有人快乐的 都希望化解掉 都希望生命的那一刻到来 所以古人有七不择之教 很值得借敬 要避开这七种情况 我们就看到古人很柔和 很体恤孩子 体恤对方的心 第一对众不择 大听广众嘛 不要责备孩子 要给他尊严 第二 溃毁不择 他已经感到惭愧了 你这个时候就不要再骂他 不然他会自责太过了 第三 暮夜不择 睡觉前不择备 不然他带着沮丧失落的情绪 可能就做噩梦了 我们就是柔软的心才能考虑到这一些 第四 就是饮食不择 常女脊药也提到这一点 吃饭的时候不要责备孩子 不然脾胃虚弱 消化不良 第五呢 欢庆不择 他很高兴的时候 你不要突然听到什么事了 就去喝止他 他经脉处于这个高兴的状况 一喝着马上就堵住了 身体伤害很大 第六 卑忧不择 他心情很不好的时候 不要责备他 第七 疾病不择 生病的时候不要责备他 因为他身体很虚弱 所以在这些时候 是需要父母的关爱温暖 生病的时候 比任何药物都好 这些古人的教诲 我们要传承 七不择 这不是七件事 你把它延伸开来 举一反三 我们就 能实时体恤孩子 不会造成他 心理上的伤害了 今天时间到了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